大家好,我是新月 孩子在家天天吵着要买蛋糕吃 说实话外面卖蛋糕都太甜了 而且有很多的添加剂 吃起来也不健康 所以就自己在家里面做吧 不需要烤箱 用电饭锅就可以轻松的搞定 麻烦大家长按屏幕上方的大拇指三秒钟 我们这就开始制作 电饭锅蛋糕看似简单 其实是很容易翻车的 很多人做成了死面大饼 有的会夹生发年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都是你的方法不对 今天我就把我失败了 无数次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做成的蛋糕送来相停不回缩 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 在里面准备适量的鸡蛋 我们这次做的量 准备7颗鸡蛋就足够了 然后把鸡蛋转移到一个盆中 鸡蛋在出场的时候 它的表皮是很容易 残留一些脏东西的 可分辨之类的 我们第一步先来清洗一下 在鸡蛋里面加上一勺食用盐 食盐有着很好的杀菌作用 可以去除鸡蛋表皮的残留物 然后我们倒入一碗温水 先让鸡蛋浸泡在温水中 让其浸泡5分钟左右 另外准备249克的普通面粉 家里面如果有蛋糕粉的话 用蛋糕粉做出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面粉中加上两颗泡打粉 我们这个泡打粉是一定要选择无铝的 它可以起到一个蓬松的作用 使做出它的蛋糕会更加蓬松 更加的鲜软 我们先用筷子给它们搅拌均匀了 让面粉和泡打粉充分的融合到一块去 接下来我们处理鸡蛋 鸡蛋经过盐的温水浸泡以后 它表皮的一层脏东西就已经被泡制软化了 像这样我们轻轻的用手一搓就可以把它搓掉 我们下手呢简单抓起一下 把鸡蛋呢清洗干净了 我们用温水来浸泡鸡蛋 还有另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平时鸡蛋存放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冰箱里面冷藏 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呢 是不利于打发的 我们需要用温水呢来给它回一下温 让鸡蛋呢进入一个常温的状态 这样更利于我们后期的制作 我们全部清洗干净以后给它们打捞出来 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呢准备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大碗 把清洗干净的鸡蛋呢直接打入大碗中 首先呢我们蛋清蛋黄先不用分离 直接全部磕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把鸡蛋磕进去以后找一个大一点的勺子 只要大到和鸡蛋黄一样大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蛋黄给它舀出来 让它和蛋清分离 经过我多次制作蛋糕的经验 用这种方法呢来分离蛋清和蛋黄碎成事了 而且分离出来的蛋黄呢也很干净 如果有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用勺子的边缘在碗边 像这样蹭一蹭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我们把分离出来的蛋黄放在另一个盆中 整个过程的使用的工具一定要无水无油 全部分离完以后我们先来处理蛋黄 在蛋黄叶中加上一勺白糖 大概10克左右 加上239克纯牛奶 我们先用筷子给它们搅拌均匀了 让蛋黄和牛奶充分地融合到一块去 像这样呢搅拌均匀以后先放在一边 趁着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切一块黄油 这个黄油呢建议用动物黄油 这样更好消化 吃起来呢也会更香 我们把切好的黄油放在微波炉中给它解冻一下 选择融化模式 等到解冻好以后呢把黄油取出来 直接和蛋黄叶融合到一块 然后再次搅拌均匀 这个黄油的量呢大概是50克左右 家里面如果没有黄油的话 也可以用玉米油来代替 把油倒进去以后 我们分多次少量 把之前搅拌好的249克面粉倒进来 面粉加进去以后用筷子去搅拌 在盆中像这样活成一个蛋黄的面糊 把面粉全部加进去以后 如果感觉吃力的话 我们可以用蛋抽像这样来操作 彻底的给它们拌匀 我们在整个搅拌的过程中呢 大概是需要3到5分钟左右 在搅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搅拌 画自一字形 千万不要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去搅拌 那样的话很容易让这个面糊呢起筋性 如果面糊起了筋性以后 做出来的蛋糕呢就会塌成一张大饼 最后我们搅拌好的状态 搅拌至盆中没有干面粉 无干颗粒状 而且稠息度均匀 用蛋抽调起来像这样的稠息度就可以了 我们先给它放在一斤北用 接下来呢我们处理蛋清 把家里面的角落鸡拿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打蛋漆 直接把蛋清全部倒在角落鸡中 准备89克白糖分三次倒在角落鸡中 第一次呢我们先倒上30克 然后盖上盖子 先来搅打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以后 这个蛋清的组织呢已经完全的被打碎了 可以看到吗 它的体积呢也明显增高了一些 然后我们第二次加上30克白糖 再次给它盖上盖子 继续来搅打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以后呢再次打开盖子 我们在搅打的过程中 一定要长按来搅动 千万不要用点动的方式 直接把它们的组织打散 打出蛋白就可以了 这是搅拌了两分钟式的状态 我们用筷子摇起来 它呈现的是一个低落不成形的状态 现在这个蛋白呢还没有完全凝固 我们把剩下的白糖全部加进去 这是第三次加入白糖了 也是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再长按搅打一分钟 我们全程搅打蛋清呢只需要三分钟 不要耽误太长的时间了 而且用角落机来搅拌蛋清 更加方便省事 而且不脏手 三分钟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角落机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 我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去搅打 我们用勺底摇起一块来看看 现在已经是非常成型了 可以看到吗 最后我们搅拌好的一个状态呢 像这样倒扣过来不会脱落就可以了 像这样一个凝固状态 我们这个蛋清呢就已经搅打好了 可以看到吗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预热淀粉宝 提前用煮中模式或者是蛋糕模式呢 它预热两分钟 然后我们摇起打好的蛋白 摇在蛋黄糊中 蛋白呢不用一次性全部加进去 我们分两到三次加进去 加一次搅拌均匀以后再加入第二次 用这样的方法来操作不容易消泡 我们这个蛋清放进去以后 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拌 用炒菜的方式让它们拌匀就可以了 第二次搅拌以后再次加入蛋清 视频看到这儿了创作不易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有了您的点赞 我的创作呢才更加有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第三次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把剩下的蛋清全部加进去就可以了 再次给它拌匀 让蛋清和蛋黄面糊充分的融合到一块去 搅得越均匀的做出来的蛋糕内里的层次也会更加丰富 也会更加的均匀 整个搅拌的过程呢大概需要三四分钟左右 最后我们搅拌好的状态 里面没有明显的颗粒状 用蛋抽像这样给它调起来 有明显的流线状就可以了 两分钟以后我们直接关火 然后打开盖子 我们把内胆取出来 我们这个内胆呢不锈提前刷油 直接把搅拌好的蛋糕糊倒在内胆中 全部倒进去以后 我们像这样的来给它震三下 排出里面的大气孔 直接放在电饭锅中盖上盖子 我们直接按电饭锅的蛋糕功能来制作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主粥 或者是熬粥的功能 等待自动跳闸就可以了 大概四十分钟等待它自动跳闸 我们一定要让它在锅中再闷上十分钟 然后再打开盖子 这样第一呢可以防着它预冷立刻回缩 第二呢可以让这个蛋糕在锅中熟得更加稳固 熟的效果更加好 接下来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吧 哇好漂亮啊 我们香喷喷的蛋糕呢就出锅了 把它从锅中取出来 出锅以后我们给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想个办法呢给它倒扣过来 来看一下我们蛋糕真的是非常的成功 特别的蓬松轩软软可以看到吗 我们用手下这样去拍打 就像是一个果冻一样 非常的Q弹 光闻上去的就已经非常香了 底部呢是非常光滑的 而且像这种金黄金黄的状态 没有糊锅也没有糊底 我们的内胆呢也是非常的干净 很轻松呢就可以给它做到脱模了 然后我们用刀来切一下 给它切成小块 这样呢更方便使用 我们在切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我把它分成了八份 来看一下我们的垫盆保蛋糕 真的是非常成功 用手下这样按压下去可以立刻回弹 启发的也非常好 底部呢是这种金黄又香酥的口感 内里呢是喧软的 吃上去呢真的是非常的香 我们想吃蛋糕呢不要再出去买了 外面买的添加剂太多 糖分也非常高 我们自己来做呢 这个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掌握 即便是家里面没有烤箱的也可以来做 关键是它的做法呢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掌握好以上的比例和步骤 即便是新手也能一次成功 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 把它用密封袋密封起来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存放 吃的时候直接放在锅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也可以烤着来吃也可以蒸着来吃 我们自己做的蛋糕呢里面是没有添加剂的 吃着也更加放心 如果您也喜欢那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的头像还能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